印度媒体酸了,巴基斯坦乐了殲35A经验亮相 老外的关注度一点不比咱中国人的低 遇满天下者必毁满天下 能在国际舆论场上受到这般待遇 我们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大国了 2024年11月5日 我人民空军正式对外发布了我军第二款 同时也是我国最新款隐身战机殲35A的官方照片 并宣布该机型将于11月中旬举行的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 相关消息我之前已经出过一期节目了 但还是觉得不够过瘾 于是我又去找了一下外网对这事的看法 结果不出所料 老外对殲35A的关注度也很高 他们的媒体和网民倾注在殲35A上的舆论资源 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少 11月5日这天正好赶上美国大选的投票日 本来各家美媒的头版资源都应该给到川普和哈里斯两人的选情上 结果CNN居然还是在百忙之中在头版抠出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块 来安排殲35A官宣的新闻 殲35A的牌面可见一斑 这要是没有美国大选 搞不好他就是这一天CNN的头版头条了 除了美媒之外 我还看到很多南亚媒体 尤其是印度媒体也报道了殲35A经验亮相的新闻 从主流媒体到售媒平台 殲35A在很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中间 均掀起了热烈讨论 很显然中国航空工业的最新成就 已然是在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投降了一枚重磅炸弹 以印媒欧亚时报这篇题为殲35A 中国第二架隐形战斗机准备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 美国要被解放军追上了吗 的文章为例 欧亚时报认为殲35A是继殲20之后 中国的第二款主力隐身战机 和殲20的压式布局不同 殲35A采用了与美国F35相似的总体布局设计 作为一款中型战斗机 殲35A不仅具备强大的空战能力 而且还拥有不俗的对地打击能力 报道援引一位中国军事专家的话称 殲35A在隐身性能方面可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甚至可以说是当今隐身性能最出色的战机 完全有能力与其潜在的竞争对手一较高下 一枚的原文没有提到这位中国军事专家是谁 但我在出节目的过程中 倒是意外找到了更加权威的消息来源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所首席专家兼科技委主任 王永庆介绍 兼35A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 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规模组成力量 以制空作战为主 兼顾地面作战主要随行夺取并保持制空权任务 打击敌方三四代战斗机 地面海上防空力量 拦截敌方战斗机轰炸机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 王永庆说 歼35A是一型多用途的战斗机 也就是对空对地对海都可以 作为我国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歼35A的新主要体现在隐身化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歼35A瞄准世界航空装备先进水平 基于单机能力平衡 和体系协同作战的设计思想 站在歼8系列歼11系列歼16系列等研制的经验基础上 针对新的场景需要应用大量新兴技术 深入采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方法和模式 实现了快速研制快速迭代 将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作战需求 关于歼35A的显著优势 王永庆将其概括为 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 据介绍在对抗上一代飞机时 歼35A可以保持在敌方有效感知范围外 实现战场态势的单向透明 具有压倒性优势颠覆传统空战样式 而在对抗同代飞机时 可凭借单机的强杀伤力与生存力 以及编队协同作战的先进手段 获得准确的态势信息 实现对敌杀伤链的快速稳定闭环 从而抢占先机 除了欧亚时报之外 另一家印媒头条网也注意到了 F35A官宣的消息 但是和欧亚时报的报道风格略有差异 头条网在报道F35A正式公开仪式时 还加带了一点私货 比如其报道中的最后一句 殲35战机的特点 以及中国通过从美国窃取关键的技术 来开发国产隐形战机的指控 是否能得到证实 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有没有闻到一股子酸味 和韩国泡菜的那股子味 不同 这是印度马沙拉里头罗旺子的味道 恨人有 叹几无 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是正宗的印媒涉华报道 那股子味 没错了 二 殲35看起来不错 我们印度能买不 还有一家叫做印度网的印媒 他们在报道殲35A的新闻时 特别提到 这款新型隐身战机的横空舒适 很有可能会对南亚地区空中格局 造成深远的影响 殲35A是一种中型隐形战斗机 能够执行多种任务 巴基斯坦军队也购买了这款中国战机 预计中方很快将向八方供货 巴空军飞行员目前正在接受驾驶歼35A战机的相关培训 遗憾的是 虽然中巴空军都拥有新的第五代战机 但印度空军却还在焦急的等待着国产第四代战机光辉 受制于美国机翼公司 光辉的美制发动机 直到现在也没能拿到货 相关交付进度已经被推迟到了明年 印度空机还在等光辉 而被印度视作最大敌人的中国 其各种新玩具都快玩不过来了 不仅如此 中国还把他的新玩具分享给了巴基斯坦 考虑到光辉并不具备隐身能力 一旦和巴基斯坦的歼35A碰上 后果只能说是凶多吉少 其实不光印度网这些印度媒体在油管上 很多印度网民也对歼35项目的快速推进感到焦虑万分 接受现实吧 哥们和人家中国比 我们印度的发展真的很慢 那些口骸怪可以继续安慰自己 继续做梦 但现实就是我们印度连一架 能执行作战任务的光辉战机都没有 全是样子货 没必要那么担心吧 就算巴基斯坦能得到歼35 他们也还是那幅烂迷扶上墙的老样子 对印度够不成实际威胁的 据说中国正在为歼35和FC31开发一种叫做涡扇19的新型发动机 听说这款发动机几乎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事是真的吗 涡扇19确实很成功 它的设计团队甚至获得了国家级奖项 它将装备在FC31和歼35身上 近些年中国研发的所有发动机型号都相当成功 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决定南亚未来空中优势将倾向何方的时刻到了 如果印度空军还继续在招标书上躺平睡大觉 我要是巴基斯坦人 那我就算是讨饭 也要把这款战机搞到手 歼35看起来不错 我们印度能买不 要是能买的话 让我们国产的印度五代机 AMCA可能就没法要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就你这样的还买战机呢 你要不瞅瞅哪有脑子卖的 有的话你去买一个脑子好不好啊 我们落后中国至少15年 落后美国至少60年 不要以为中印两国都有超过10亿人口 就认为印度未来也能实现经济起飞 我来自中国 我知道印度朋友真的很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 但说实话 印度和中国在各个方面至少相差30年 印度需要一个教员式的人物 来打破种姓制度 推翻所有既得利益者 打击腐败官员 发展教育 别担心外界怎么看你们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来就好 祝你们好运吧 从这些印度网民的评论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他们对中国军事技术发展速度 是很担忧的 多数评论认为 印度与中国的军事科技差距 正在不断扩大 从15到20年 到甚至5060年不等的估计都有 酸我们的观点永远存在 而且一直是主流 但印度人在涉华议题上 也不都是夜狼自大的糊涂虫 不过这些人的声音 往往会被印度的主流舆论界排除在外 除非你特意去找 否则一般很难看到 三 中国老铁什么时候能把歼20 也卖给我们巴基斯坦呢 相比之下 同样是评论歼35A 巴基斯坦网友的反应则截然不同 大概是因为跟着中国沾了光的缘故 所以调侃起印度网民来 底气也更足了 畅想一下 巴基斯坦飞行员坐在歼35A的座舱里 一边吃着印度三角饼 一边再配上一杯热腾腾的茶 这小日子别提有多美了 你们巴基斯坦人就歪歪去吧 我们印度人宁愿吃自家里做的三角饼 也不要喝邻居失手的尿 我们印度好歹能自主研制战机 等什么时候你们巴基斯坦能造出自己的飞机来 再逼逼吧 哎呦喂 急了 没事 你们不是还有神庙和神像吗 没事回去多拜拜 不是哥们 你们巴基斯坦有什么好嘚瑟的 你们那破销龙 无非也就是中国的山寨货而已 聊天就聊天 没事扯别人的宗教信仰 做什么呢 回头别人也这么个应你们 你们受得了吗 我很喜欢歼35这个设计看起来比FC31好多了 不知道中国老铁什么时候能把歼20也卖给我们巴基斯坦空军呢 那我可真是谢天谢地了 所有飞机其实都是抄袭印度巴加级的设计 证据就是所有飞机都有三个轮子 这就是典型的印度老的论调笑死 所有战斗机都有三个轮子 不然呢 你难道还想要四个咕噜的飞机不成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车呢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巴基斯坦网民在嘲讽印度网民的时候口气是大了点 但其实也不算特别离谱 因为巴基斯坦的确很有可能会成为南亚地区首个获得隐身战机的国家 据美媒防务新闻网报道 今年1月初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杜西已正式确认 巴基斯坦将引击中国的FC31战机 考虑到此前巴基斯坦空军已经装备了中国的殲-10C1战机 目前印巴两国在制空兵器这块是平分秋色的 而一旦FC31到来 那么现有的平衡将很有可能会被打破 在东方神秘力量的赐福之下 巴基斯坦空军也将在时隔多年以后 再次拥有压制印度空军的质量流逝 巴基斯坦在谋求中国的隐身战机 印度那边也没有闲着 据印媒经济时报报道 印度最大的国营军工科研机构 也就是被很多中国网友亲切的称之为 德斗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曾于今年8月下旬宣布过一则重磅消息 印度计划在2028年之前 完成国产隐身战机AMCA的原型机开发工作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先生夺人 所以德斗在AMCA连个影子都没见着的情况下 就在这款字面意义上的隐身战机 玩起了定义游戏 中美俄三家现役的主力隐身战机 都是五代机 而德斗一上来就宣布AMCA是五代半 比起中美俄还要领先半代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 在建真章之前 印度人单方面就是把AMCA吹成六代机也没有意义 这一点甚至就连经济时报自己也提到了 光辉战机研发的前车之舰 让人不得不对德斗提出的这个时间节点 持谨慎态度 更何况印度现在就连只有四代半水平的光辉 MK2弹机都搞不定 相关进度已经因为资金和发动机问题 推迟到了2025年以后 退一步说 即便AMCA的原型机能在2028年如期问世 其量产还要等到2035年 届时中国恐怕连六代机都造出来了 中印之间的技术不仅不会因此缩小 反而还会进一步拉大 看看咱们的歼20和歼35A 再瞅瞅隔壁巴基斯坦网民的哈拉子 还有印度网民那红的快飙血的眼珠子 我不由的心生无限感慨 在过去这些年 咱们国家空军的主力装备 很多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美国为了平衡我们 通常就会向台委方面提供与之性能相仿的武器装备 我们虽说是个大国 但在东亚的空中力量棋局上 过去多年来却始终扮演着被人制衡的憋屈角色 没想到这才短短十来年的功夫 我们就完成了从被人制到制人的华丽转变 我们现在是真真正正的规则制定者 是名副其实的棋手 手里捏着歼20和歼35这样的棋子 随便落到棋盘上的任何地方 都有可能会给那里的局势造成深远的 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印度网民酸我们是正常的 巴基斯坦网友蹭我们也是正常的 能受天魔真铁汉不招人度是用才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在国际舆论场上会受到的待遇 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 做好准备吧同志们 这一次该轮到咱们来唱主角了 好准备